台湾不是国家 台湾是省不是国家 对 台湾笨蛋 一直要去跟美国 美国有什么好 把一些废物卖给台湾 讲一句直接的 台湾那么小要独立什么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有个舔贡的台湾作家 被他所爱的中国给铁拳了 原因是他疑似出版的涉谎小说 而遭到中共判夕长达12年 而他现在已经在服刑了 那这个人在去年的三月份发表过 如果当圣上拿下台湾之后 去军事化该怎么办呢 那这位舔贡作家就回 谁来我也都投降啊 所以他就抱持这样的心态去中国 结果被捕 得藏所望 这句送你 恭喜你提前享受到投降的待遇 具体是不是被判12年呢 不晓得 但肯定这个方面被抓的话 五年八年是跑不掉的 而这个也是中国可笑之处 拐卖人口的啊 罢了铁拎女的啊 判的都没有比这个写 所谓色谎小说来的重 就是说你不能在这个写作啊 散播这些东西 但是你可以去拐卖人口 你可以去把人家老婆 给抢亲抢娶回来 这个两个罪被发现了 抢娶啊 抢亲啊 铁拎女啊 是被判的不较轻 而这个还是压不住的情况下 他才不得以判刑的哦 而这个田共作家啊 他的网站在去年9月啊 被中共给关闭了 2022年11月中旬啊 任何的社交媒体 再也没有发文 也没有任何的下落 那至今应该有一年了 而这几年啊 也是有许多中国的网络作家 因为出版中共认定是 色谎小说的小说而被判刑 而这些都是中国网民讨论 或是曝光的事情啊 所以要说造谣的话 也是你们中国网民的造谣 后 具体是不是这样 还有待他出意后厘清啊 那他这个言论其实是 蛮经典的投降派 投机分子 我只能说啊 这些人你们明明就知道 中华民国也好 台湾也罢 一直在坚守着民主自由 且正在努力的与欧美 学习进步 对吧 那这些人也知道 中共的坏与恶 谁来剥夺他们的权利 只要不伤害他们的命 他都可以跪下 没差 他们就想要让好处最大化 把台湾的民族 或是中华民族的民族 享受到一个最紧绷啊 真的没办法被统一了 没关系 反正我那个时候七老八十 没差 存够了钱 我可以去欧美嘛 对吧 但邱琪也说过啊 在战争与屈辱面前 你选择的屈辱 可是屈辱过后 你仍然还是得面对战争而战斗 但这个似乎对这些人是不适用的 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全身都是穿着中华民国国旗的国民党支持者啊 我估计他19年就是个大韩粉 这世界上只有小粉和韩粉会把国旗插在身上 那这位支持者说什么呢 哦 我们要跟大陆建立沟通管道啊 但民进党没有在做 所以不沟通就会有战争啊 看来这位大姐也不是一个很好沟通的人 所以你应该也跟你的家人或是 起码还有发生过很多次战争对不对 然后他还说 跟中国赚钱有什么不好 你看这些人对真实的中国还停留在2021年到2018年的那种 高打上 关于中国经济的问题啊 2023年的今天我实在懒得在赘述啦 做过非常多相关的影片 各大的网红也好 博主也好 包括中共自己国务院的数据 还有中共的这个财经专家 还有房产专家自己都表示过 有些人也被封号 他还说与中共建立沟通管道 但民进党没有在做 你要确定耶 我们就说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样的前提之下 我们愿意跟你沟通 但人家不要啊 是他不要沟通 他愿意跟你沟通的前提下 是他认为你是他的一个特别前政区 或是他的一个省 所以拜托你不要再装傻了 而且我也拜托你 你就穿着这副全身都是中华民国的装扮 去听他们说 我来大陆来中共来圣上 我来跟你沟通的 我们来好好谈判 当一家人互相帮忙 谈是一回事哦 谈之后人家会不会遵守跟你谈过的承诺 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哦 其实说穿的这些人 多数还是我说的那样 就是胆小怕死而已 所以找一堆借口 来抹黑想要保护台湾 保护所谓中华民国 甚至打在这些胆小怕死的人的前面 你可以胆小你可以怕死 但是你不要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进而去抹黑我们这些人 你自己心知肚明中共的恶 然后我还看到赵苏康说什么 全世界都在抢中国市场 欧美日韩都在抢 台湾为什么不抢 你要确定 他还说什么 台湾要跟过去一样 跟美国友好 然后让美国保护我们 你要确定 你要想一下 如果我们是在这个特色管理期间 反冲动 今天我们跟中国继续站在一起 然后那个时候执政党是国民党 我们会有这些待遇吗 我们是跟着中国一起被国际制裁 或是有所限制的国家 现在这个台积电说不定也是被打烂的 然后还说什么 跟中国恢复交流 然后赚中国的钱 问题是这一招 现在就不是现在的国际情势 人理说的都是十几年前的国际情势 好吗 中国失业成这样 通缩通膨一起来 房地产崩盘 那不然你去中国投资房地产 那些烂尾楼你都给我去买起来 他哪里还有钱给你好处啊 即便是从粉红身上 榨出最后一些福利给你 那最终你拿过的好处要十倍奉还 而这也会让粉红更痛恨你 更要打台湾 自己去读中共那些党史你就知道了 这些例子多到不胜美举 像是这个影片啊 标题写什么 台湾同胞描述中国伟大富翔 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片段 你不觉得台湾是一个国家吗 台湾不是国家 台湾是省不是国家 对 台湾笨蛋 一直要去跟美国 美国有什么好把一些废物卖给台湾 用一次两次 说中国大陆啊 对啊 very good 繁荣不强 我爱大陆大陆万岁 大陆永远成功 这个口音明眼就是中沛吧 对吧 就不是土生土壮的台湾人 而且他还是个小粉 大陆永远成功 大陆万岁 你现在人在台湾 你爱的大陆的执政党 共产党没有一刻在台湾执政过 你看还在抹黑什么美国卖飞物 美国是你们赵家人的子孙 梦想去的国家 国民党执政时代都买不到 坦克飞弹飞机 你要不要看中国人走线 最近这几天那个推特上 又一堆被曝光出来被抓 这些在民进党执政之后 都买得到的东西武器 被抹黑成是废物 我拜托你啊 台湾现在已经一堆士官兵 在美国训练了 而美国也有派人来教导 MEALT明年会到我们台湾 没有这些才真的是废物军备 国民党在陈水扁执政时代 党了六十几次的军购 自己执政的时候 想买买不到可悲至极 所以拿哨把打仗的政党是国民党 不然你们四九年 怎么拿着破铜烂田 跟一个哨把来台湾 中国富翔你回去啊 你回去摆摊开小吃店 去做玉制菜啊 还有这条影片 等大家来看一下 我喜欢台湾 我满希望就是台湾 可以跟中国大陆喝好 就是好友相处 年轻人现在看剧 也都是看大陆拍的东西 然后买东西 也是买大陆的小零食 我吃那个火锅也是啊 对啊 而且我还只看大陆的 而且我身边很多人 都只看大陆 想一句直接点 台湾那么小要独立什么 对啊 台湾那么小是要独立什么 或是两边相互帮忙 不是更好吗 这个人肯定是 没出过什么国 没去过什么国家啦 所以他在讲说 这种台湾这么小 明显就是没什么国际观的啊 这个人就明显是天天吃饿玩乐 没有什么东西的人啦 什么叫做台湾可以跟中国和好 你说你不喜欢台独 但是对于中共国人来说 你所在的中华民国就是台独 因为他不归共产党管 什么叫做给共产党管 就是现在中华民国的任何一个执政党 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协商 共产党旗下的九个民主所谓的政党 这个才就是他认为的 你是他的一部分 看你连这个都不懂 你出来叫嚣什么啊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军队 货币 护照 外交系统 内政系统 财政独立 全部都是独立于中共 甚至军队规格 与你所谓的大陆不同 即便是联邦制国家啦 请问世界上哪个联邦制的国家 是这样的 我估计你连联邦制都听不懂吧 什么都不懂 还在那边吃人说梦 联邦制的国家有什么呢 美国嘛 德国加拿大 诸如此类 我就说德国跟美国啦 有可能柏林那边使用美式武器 然后有自己的柏林护照 有自己的货币 然后巴伐利亚自由帮 是使用俄军的武器 有自己的巴伐利亚护照 跟巴伐利亚货币嘛 然后两边互相对立 两边互相说对方有间谍 你会怀疑自己同一个国家的 审派来的间谍 然后来中央或是来地方吗 你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吗 加州虽然在内政上 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他有自己的护照 跟独立不同 军系的军队或是那些东西吗 没有嘛 而且明明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产党先武力夺取挣钱 随后想併吞台湾 怎么又变成是 我们要跟他和好先 你要不要搞笑啊 看中国剧吃中国火锅 就等于同一个国家吗 或是人家就比较好吗 我只能说啦 中国很多节目都是 抄袭韩国跟早期欧美的节目 那就代表你眼界太小 你看不到 你不知道这些东西 那你身边的人都是看大陆剧 那是你的交友圈 你看过不同的交友圈 会知道很多节目都看 我有看韩剧 我有看中国的 我有看美剧 难道我喜欢看美剧 我就是美国人吗 二十几年前流行日剧 就是日本人吗 那我们之前都在用脸书啊 推特啊 IG 所以我们都是美国人的嘛 你旁边还有麦当劳耶 你是美国人的嘛 你刚可能还喝了一杯星巴克 你是美国人的嘛 你身上穿的衣服都是西服耶 对不对 世界上比台湾小的国家 人口比台湾少的 多的是啊 河南人口多少 1800多万 纽西南人口多少 512万 奥地利人口多少 890多万吧 鲁森堡人口才64万 比利时人口1159万 葡萄牙人口1033万 北欧五个国家加起来总计也才2700多万 这是五个国家的人口啊 台湾小吗 台湾弱吗 这些地方啊 有些领土比台湾小 有些领土跟台湾差不多 更多的是比台湾大没错 但是人口远远都不如台湾啦 这些国家都开解散对吗 盧森堡你那么小 你独立什么啊 奥地利人口那么少 800多万 你们看德国七八千万 你们都讲德语去统一吧 去跳你的科目山啦 去加拿福挑战 喷火龙抖音啦 看到这种瞎美 我头真的很痛 不然你去中国好了啦 你去中国打工啦 你看你在台湾做一样的工作 跟中国做一样的工作 最后你能存到多少钱 顺便去那边买烂围 你看你那边是不是 每天上班8个小时 你去看你那边是不是 只有单些喔 你去看看 最好是在中国那边买房 祝你不要买到烂围楼 记得买到烂围楼 一定要去维权 要学那个 君君丽丽什么亮亮的 去学他们啦 今天影片到此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我不想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拜托 下期见啦 拜